清乾隆年间 山西有户人家姓王 丈夫早逝 寡妇王璋氏带着一个儿子过活 凭借着家里留下的一点不算厚的底子 王璋氏和儿子过着不保不羁的日子 他让儿子闭门读书 希望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振兴王家 儿子叫王子平 道也聪明伶俐 十三岁中了秀才 中了秀才后 他连续两届没能中举 就不大愿意继续寒窗苦读了 王璋氏无奈 只好对他说 你既不愿读书 就去种地吧 王子平不肯 我好歹也是秀才 怎么能下地挖泥呢 王璋氏叹了口气 孩子 家里的一点底子都要用完了 如果不是舅舅经常接济我们 我们是撑不下去的 你要学着做事啊 王子平听说过舅舅 却从未谋面 便好奇得到 母亲时常提起舅舅的恩情 不知为何从未见面 王璋氏说 我娘家本来也是贫苦人家 荒年过不下去了 你舅舅十几岁就被卖给一个买卖人当小私了 他跟着买卖人闯荡京城 后来也在京城做起了生意 成家立业了 他生意忙脱不开身 只是每年让伙计来看看我 给些银钱帮补生活 王子平心想 舅舅在京城做生意 不如投奔舅舅去 将来做个如商 也是件光彩事 于是他和母亲商议去北京找舅舅 王璋氏本不愿意儿子出远门 但王子平心意已决 王璋氏拗不过儿子 只好同意了 正巧舅舅的伙计来看王璋氏 王子平说明缘由 就跟着这个伙计一起动身了 一个月后 王子平风尘仆仆地到了京城 京城的繁华让他看傻了眼 他兴奋地想 如果能在这繁华之地开创一番事业 也不枉此生了 舅舅见伙计带回了王子平 也是十分亲近 仔细问过了姐姐的状况后 又询问王子平这次来的目的 王子平说 听母亲说了舅舅的事 十分仰慕 因此来投奔舅舅 希望也能做些生意 舅舅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 王子平就这样在舅舅家住了下来 跟着舅舅和表哥学做生意 舅舅开着一家绸缎庄和一家酒楼 这两样生意都很琐碎辛苦 王子平每个店里都干了一段时间 学到了一些经商的学问 但他心里有些纳闷 这些生意的本钱不小 舅舅当初是怎么攒下本钱的呢 中秋节 舅舅设家宴 王子平喝了几杯酒 趁舅舅高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舅舅笑笑说 当时我给东家当跑腿的 时间长了就明白了做生意的门道 东家看我办事得利就经常给我点打赏 我一闻钱也舍不得花都存下来 等存了一点钱后就自己挑担子卖不头 再攒点钱就摆小摊 最后盘了铺子 刚说到这里表哥醉熏熏的说 父亲表弟不是外人 何苦瞒着他呢 舅舅脸色一变 蠢才 你喝多了吗 表哥顿时吓得不敢说话了 王子平心里一动 知道舅舅有事瞒着自己 第二天 王子平向舅舅辞行 舅舅很惊讶 你要去哪里 王子平与戴双关的说 昨天已经蒙舅舅教会 感觉要想靠挑担子 做到舅舅今天这样的规模 恐怕这辈子是别想了 就此绝望 回家去了 舅舅尴尬地说 也好 做买卖不容易 你回家好好读书也是正路 说吧让人给王子平准备盘缠 王子平父亲离开舅舅家后 并没有回老家 而是在离舅舅家比较远的地方 租了一间小房 舅舅送他的盘缠不少 他决定用作本钱先做些小生意 他进了一些干果食材之类的买卖 获利不多 心中甚是烦闷 心境不好就容易喝酒 王子平在小酒馆里多喝了几杯 有人和王子平攀谈 说也是做生意的 两人聊了一会儿 颇绝投缘 那人便邀请王子平换个地方喝酒 王子平随那人进了一家高大的酒楼 不但菜肴精致 还有美女歌舞 王子平觉得局促不安 那人笑道 放心 今天一切开销都是我请客 王子平这才放心享受 为二人斟酒的女孩叫翠翠 娇俏可爱 善解人意 还能与王子平谈诗论词 王子平顿觉相见恨晚 酒席散去 王子平仍在恋恋不舍 之后几天 王子平日夜想念翠翠 可去那里的都是好客 自己手头的钱还要留着做生意呢 过了几日 请客的那人又来了 听王子平说了心中的烦闷后 哈哈大笑 靠做生意挣钱哪有那么容易 那些去青楼的人都是靠赌发家的 王子平吃了一惊 这怎么可能 书上说 赌能让人倾家荡产啊 那人冷笑说 书上说的就一定对 你看搂着脆脆喝酒的有几个读书人 这话刺得王子平心里一疼 他动摇了 那人趁机拉着王子平进了赌场 他先赌 王子平看 几番吓住 那人赢了大把大把的银子 王子平忍不住也吓住了 不到一个时辰 王子平身上的钱都输光了 还道歉赌场五十两银子 正在这时 有人喊了一声 表弟 你怎么在这里 王子平抬眼一看 居然是表哥 原来 城里很多买卖商铺 都从舅舅的酒楼订酒菜 表哥这是带着几个伙计来送菜的 王子平低着头不敢看表哥 表哥低声问 欠了多少 王子平小声说 五十两 表哥掏出五十两银子付给赌场 然后带着王子平走了 路上表哥告诉王子平 那人是专门往青楼赌场里拉人的 要让他缠上 不但倾家荡产 而且欠得债力滚力 一辈子都还不完 表哥的话让王子平寒毛直述 不敢再说话了 舅舅听表哥说完王子平的事 也没发火 只是叹了口气 对王子平说 你不相信我那天告诉你的发家经历 对吧 王子平点点头 我这些日子也做了些小生意 靠这点赚头 一辈子也挣不到你这份家业 你肯定是有什么秘密没告诉我 舅舅点点头 没错 本来我不愿意告诉你 不过你如果这样下去 我也对不起姐姐 舅舅一招手 表哥拿过来一个匣子 里面有两个银刻子 两个银元宝 两个金元宝 王子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舅舅说 这些金银 看上去普通 可是你仔细看看 是不是每个上面都有个红点 王子平仔细一看 果然 每个最上面都有一个小小的红点 似乎是欠进去的 舅舅说 这就是轻浮血 点在金银上 就会和金银融为一体 轻浮是一种罕见的昆虫 母生子后 若将其子拿走 其母不管万水千山 总能找到 因此取其母子之血 分别涂在一对银钱上 就成了子母钱 将子钱留下 母钱拿出去花 那母钱不管被带到哪里 最后都会神秘地回来 究竟是如何回来的 没人知道 但必定会回来 王子平恍然大悟 舅舅就是靠这三对轻浮钱发家的 舅舅点点头 你想 这三对钱虽不多 但我进零货用银刻子 进整货用银元宝 进大宗货用金元宝 进货后 过些日子 那钱就回来了 我就可以再拿出来找别人进货 如此一来 就成了没本钱的买卖 发家怎么会不快呢 王子平大喜 既如此 我也去捉来轻浮 就可以无本万利了 舅舅苦笑着说 轻浮早已绝迹百年 你到哪里去找 世间留存的轻浮钱 数量极少 即使有人还有 也不会说出来的 我手里的这三对 也从来不敢对外人说起 王子平一时愣了 舅舅看着他半上 叹了口气 也罢 谁让你是我外甥呢 看在姐姐分上 我借这三个母钱给你吧 说完 他拿出一个银刻子 一个银元宝 一个金元宝 交给王子平 你拿去做生意吧 此事绝不可告诉外人 而且你记住 轻浮钱有三不灵 入赌场不灵 入青楼不灵 剪破分开用不灵 王子平拿着舅舅给的母钱 回到自己租住的地方 心里暗喜 这下有了无穷无尽的本钱 还愁生意做不好 第二天早上 他上街寻找好买卖 看来看去 他看到一家小布铺 挂着转让的牌子 他想盘下这家铺子 他走进铺子 看见店老板正在清点存货 这家布铺门脸小 卖的主要是粗布 老板是个老实巴交的小老头 看见王子平进来 愁眉苦脸地点点头 您买布 王子平摇摇头 我看你这铺子要出让 想问问价钱 老板赶紧给王子平倒了杯茶 你要买的话 我只要七十两银子就卖了 王子平拿出金元宝 老板拿起秤秤了秤 您这只一百两银子呢 您等着 我看看家里还够不够银子给您找 如果不够 我去借点 趁老板数碎银子的时候 王子平问 你这布铺为什么要卖呢 是生意不好吗 老板叹了口气 生意还行的 我全家就靠这个铺子吃饭 要不是我儿子生病需要钱医治 我断然不会卖这铺子的 可我家三代单传 我这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老板说不下去了 王子平心里一沉 舅舅没说过母钱多久会回到子钱那里 如果这钱在老板手上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岂不是毁了人全家 他站起来 拿起金元宝 说了声 我忽然想起件急事 这铺子回头再说吧 不等老板说话 逃也势的跑了 一直到跑出去很远 他才缓过口气来 不知不觉间 他路过上次来过的赌场 看着手里的钱 心里痒痒的 但他想起了舅舅的话 这钱是无价之宝 进了赌场万一输了可就回不来了 到时舅舅非打死自己不可 他咬咬牙 从赌场门前走过去了 再往前走 王子平看见一家小吃店 牌子上也写着转让 王子平心想人们总要吃东西的 如果把这小吃店盘下来 生意应该比布铺好做 到时候再拿轻浮钱一点点扩大门面 何愁干不成舅舅那样的酒楼 他走进去 店主人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 叫徐沈 他说这店三十两银子就卖 王子平这次长了个心眼 问徐沈为何要卖小吃店 徐沈只是抹眼泪 是我儿子不争气 他逼着我卖的 王子平摸出了那个银元宝 正好是三十两 正在犹豫时 一个榜大腰圆的男人从外面进来 看见王子平 黑黑一笑 我是他儿子 你要买铺子 正好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铺子归你了 说完一把抢过那个银元宝 扬长而去 王子平愣了一阵子 徐沈流着泪把转让文书拿出来 按了手印 给了王子平收拾了自己的东西离开了 王子平心里发闷 锁上房门出门 正碰上那个总替舅舅四处跑腿的伙计 伙计说舅舅正在找他呢 两人一起回去了 王子平把自己的遭遇跟舅舅一说 舅舅点点头 既然盘下了铺子 就好好经营吧 材料可以先从我这边拿 需要什么再找我 王子平问 那轻浮钱回来了吗 舅舅打开盒子 三个子钱都在 母钱里的金元宝和银克子也在 只有银元宝没了 王子平一惊 伸手往自己怀里摸去 空空如也 舅舅说你离家近 钱回来得快 那银元宝离家远 可能还要多些时候才能回来 第二天晚上 舅舅把王子平叫去 打开匣子后 王子平果然看见了那个银元宝 舅舅把三个母钱又都给了他 小心使用 不能让别人知道 更不能破戒 王子平把小吃店拾堕了一下 重新开业 这天 他看见徐沈在马路边上摆了个小摊 卖炒花生 瓜子 王子平心里一沉 他走到徐沈面前 轻声说 徐沈 那银子 徐沈擦擦眼泪 让不争气的儿子拿走了 没给我 王子平不知该说什么 这时那大汉又来了 冲着徐沈大喊大叫着要钱 徐沈哭着说 我没钱给你了 店都卖了 那大汉不依不饶 抓起瓜子就要扔 王子平看不过去 拿出那个银客子来对徐沈说 把这些瓜子花生卖给我吧 那大汉一把抢过银客子 没开眼笑地走了 徐沈哭着给王子平装瓜子和花生 王子平说 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要不这样吧 你别卖瓜子花生了 给我当帮手 保证你吃口饭没问题 徐沈千恩万谢地答应了 第二天 那个银客子果然又回到了 舅舅的手上 舅舅又把三个母钱给了王子平 王子平继续经营那个小吃店 徐沈的儿子来找过一次 但见王子平只供饭吃 不给供钱 知道母亲真没钱了 也就罢了 小吃店赚钱有限 王子平决定在盘下一个铺面来 只是他看遍了铺面 凡是要转手的 家里都有莫大的难处 他实在不忍心用轻浮钱去骗这些人 这天正走在街上时 忽然有人喊他 抬头一看 居然是翠翠 正站在青楼前冲他招手 他忽然想起了舅舅的话 心里大惊 快步走开了 王子平回到店里的时候 徐沈正在嚎哭 几个时刻在安慰他 王子平以为他儿子又来闹事了 结果一问才知道 徐沈的儿子在赌场失守打死了人 如今已经被关起来了 王子平看徐沈哭得凄厉 心里不忍 于是带着他去探监 那大汉看见徐沈 哭着说 妈 儿子知道自己不孝 之前被赌场迷了心窍 总想着靠赌发大财 你拦着我我就恨你 这次他们弄鬼骗了我银子 我才明白赌场里都是假赌 都是骗钱 我对不起您啊 看这对母子哭得气不成声 王子平也很难过 他找到官府的人一问 才知道是大汉发现赌场弄鬼 喊了出来 赌场人先动的手 大汉为了保护自己 一失手打死了人 是否判死刑还在两可之间 王子平拿出三个母钱来 上下打电 官府得了好处 只判了大汉三年监禁 徐沈母子感激替林子不必说 王子平心中想 且让这些官员 牙医高兴几天 反正那钱还会回到舅舅手里 果然 过了几天 舅舅让人叫王子平回家去吃饭 晚饭席上 舅舅性质颇高 他问王子平 如果那些钱不是轻浮钱 你还会不会拿去救人 王子平想了想 这个我不敢肯定 会可能会 但可能不会那么痛快 舅舅点点头 你的小吃店经营得如何 为何没再动用这三个母钱 来做扩充生意 王子平低头说 不瞒舅舅 那些转让铺子的人 都遇到了莫大的难处 就是那些供货给我的人 也都很不容易 我实在不忍心 舅舅哈哈大笑 好样的 子平 你看看这匣子里 这其实不是轻浮钱 只是普通的红签 嵌在金银里而已 王子平吃惊地看这匣子里 一个不少的子钱和母钱 他们 不是都回来了吗 舅舅点点头 你这几次用钱 要么是被大汉抢走 要么是把这钱给了官府的人 这些人拿钱 八成会流入赌场和青楼那种地方 而那里的人都会从我这里 买韭菜和绸缎 最终钱又回到我这里 王子平吃惊地说 舅舅为何要骗我 舅舅微笑着说 你一到这里 我就在暗中观察你 你本性不坏 只是心情浮躁 难抵诱惑 我不能贸然资助你做大事 我和你表哥编了这轻浮钱的故事 一来是以此磨练你的意志 让你能抵挡赌场和青楼的诱惑 二来是看你如何用这些钱 看你是否真值得我帮你成就大事 王子平说 那些花出去的钱最后回到舅舅手里 我能理解 可我身上没有花出去的轻浮钱每天都会消失 这是何道理呢 舅舅笑着直指那个跑腿的伙计 你不知道 他原来可是神偷 一次到我店里偷钱 结果偷走了我帮助穷人的开销账目 他主动归还了财物和账本 我劝他金盆洗手 跟着我干 你身上的银钱 是他偷回来的 王子平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看来这钱不能进赌场青楼之类的说法 都是假的了 舅舅的笑容消失了 他严肃地说 轻浮钱是假的 但有两条戒律却是真的 赌场是无底洞 青楼是消金窟 就算你有金山银海 也填不满这两个地方 人如果不能戒除这两个恶习 永远不会成功 王子平这才完全明白了舅舅的苦心 他忍不住泪流满面 常跪在地 舅舅 我真是混账 让您费了这么多心思 舅舅养着头 孩子 你记住 轻浮钱虽然是假的 但钱却是真会飞来飞去的 你有德行 肯吃苦 那钱就会聚在你身边 你没德行 恶习多 就算挣了钱 也会像轻浮钱的母钱一样飞走的 王子平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脚踏实地 成为了跟舅舅一样成功的商人 让母亲过上了好日子 那次卖�� 幕志愿者 杨舅